专业的朋友 这什么呀 你们是 你是谁啊 你们是点子还是象家 什么点子啊 象家没听过 听上去像是暗号 完全不懂他们说什么 什么 巷子 这都知道了 朋友觉得太厉害了吧 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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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那个红衣服的姑娘给我绑了 不是 不是 为什么绑我 不是 不是 走 不是 走 什么情况 什么情况啊 这是 跟脚 就顶火门 我真的被吓到了 不知道他们会带他去哪里 我会担心他 我觉得 他应该会害怕吧 事情到了这一步 我们只能继续往下走 寻找下一步的线索 诶 大哥 我找不到方向了 你能带我出去吗 你只能一步 我绝对不会客戴在过一地方的 刚刚登 我留个例 哎呀哎呀你别把我一个人传上 我不会划船的 我跟你说 你们四公担心 嗯 有一匹狼 有一匹狼 你不是 你一定要小心 我被狼担心 我被狼担心 这个信息太重要了 我们四个人中 有一个是狼 狼是干什么的 这期游戏是计时的 等一下谁要耽误时间 谁就是狼 要想活命 一定要走防部的老 防部是 不是你真跟我一艘船呢你 自己给自己装上胆吧 吓死我了 什么东西啊 啊 蟑螂 OK 听我一言 带上油灯 你们同行四人 有着不同的身份 一名卧底玩家 三名普通玩家 普通玩家 要完成现实逃脱任务 而卧底玩家的任务是 阻止普通玩家通关 你在本局游戏中的身份是 玩家 这里的地图和油灯送给你 祝你游戏成功 啊 灯火透明的感觉就是好 英雄救美来了啊 嗯 你知道这个船的方向有多难控制 你找这 对 你在跟谁说话 哎呀 有人来救你来了 玉琪吗 玉琪 玉琪 我那个绳子是不是从上面记着你 对 你可以解开从上面 快点 可以吗 等会儿 你现在先别解啊 好 你解吧 你解吧 这个好 解吧 这个 这个脸好 你从刚才到现在就这一刻最闷你是吗 什么 那就是你最闷的一刻 你一定要保持住 这个 你就爱上我了吗 我现在可以剪了 你剪了 这样它掉我怀里 我不重吧 我应该很好 特别重 拉倒了 我90斤都不到 真的 我86斤 不是这个网子重 当然了 可以 可以了 我火过来了 这什么字啊这是 走完这条路我发现什么都没有 我现在基本可以断定 那鬼就是唐宜正 所以我赶紧做了一个决定 去找那两个女孩跟她们结为盟友 你们找到什么线索了 啥也没有 这边有 你这边呢 我跟你说 我怀疑那个狼就是唐宜者 为什么 为什么怀疑她 你不怀疑我了 我好开心 我80斤的肯定 如果真的是她的话 我们三个人就要团结一起 可是为什么是她呢 她的眼神不对 而且她一个人往那儿跑了 你看她在干嘛 因为我们刚才我实在胆子太小了 我没有太敢走这条 我看一眼 那我们要不要叫了 不要叫 先别理她 真的假的 相信我 谁要拖延时间 我就觉得谁是内鬼 有人吗 我 我的妈呀 这是个大宅呀 隐物祠堂 乃隐物村玄机重地 传闻有进无出 若想逃离 需照亮祠堂 连似成绝 转动四项十柱 以打开声门 这些东西都有什么用呢 我觉得就是这里肯定有线索 肯定有线索 那要不要把 要不要把影哲都叫回来 我们先把线索找到 你找到 对 你看 我们找一个砖 砖上面有甲 然后把这个砖 转出来 转出来把那个灯挂上去 这是什么意思 你看 什么东西 你看一个这个 一个这个 一个这个 这三个 好像要穿一个棍子进去 放在什么位置 不是 不是 宇哲哥一个人在那边 确定不叫他过来吗 那你去把他叫过来 你去拍你 我不去 我要能出去 我也就叫了 怎么说 怎么说不去 以唐宇哲的脑子 他应该很快就能找到这儿 为什么现在还没出现 心里有鬼 这个不就是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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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吓我一跳 原来这就是第二张图上的柱子 因为我把真 Fantastic 是不是 我太聪明了 对 吓我一跳 你吓死我了 我想找看 你从哪进来的 你怎么进来的 我找了好久 你那条路有什么 什么都没有 你怎么去了这么久 你们都不等我 他们看我的眼神很怪 总感觉好像发现了什么 这个时候才来 肯定有问题 门关了 我不喜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